郭文貴議員 好 現在 民進黨黨團 國民黨黨團 親民黨黨團 實在力量黨黨團 都已經有代表出席這一次的學商 我們宣佈開會 那麼今天要 學商的議題 大概有三個議題 要來請各黨團來討論 第一個我們要 學商的議題 是要來原商立法院議事影音訊號委託轉播 事辦實施要點的草案 這麼一個案的一個學商 那麼這個案 基本上是過去外界對於立法院希望有國會頻道的設置 但是國會頻道經過法治局還有相關的像NCC大家討論的結果 國會頻道可能設計廣電法相關的修法 那有一點反不濟集 但是如果以 委討論 對於委討論轉播的方式 就沒有法律相關的問題 所以經過相關的單位 大家討論的結果 我們這個會起就以事辦的方式 來推動 讓我們的整個 不管是委員會還是大會 整體的意識的狀況 能夠委託 之後呈現在 所有人民的 這個 這個 這個遠中 所以 我們相關的單位 就草擬一個立法院 議事影音訊號委託轉播 事辦實施要點的 一個草案案 這個要大家來一起討論 那這個草案 我們是不是請業務單位 先來做一個草案的宣讀 讓大家知道草案的一個內涵 我們的業務單位 誰要來代表來宣讀 來請公報處 謝謝 立法院議事影音訊號委託轉播 事辦實施要點草案 第一 立法院以下簡稱本院 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 落實國會公開透明願景 事辦本院議事影音訊號 委託電視頻道業者 發呼以下簡稱業者 做公益無償轉播特定定本要點 二 本院議事影音訊號來源 為公報處提供之本院院會 及各委員會議事影音訊號 三 為維護轉播之公正客觀 及獨立性 轉播實單內 業者不得播放任何廣告 新聞採訪或評論畫面 四 意識影音訊號之相關權利屬於本院 業者應於委託合約到期後 自行刪除 不得再行儲存 五 業者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 意識影音訊號不得作為任何形式之商業目的廣告 促銷宣傳政治目的選舉或訴訟使用 二 意識影音訊號不得重置 修改或提供與他人 三 應於播出畫面載明 受本院委託公益無償轉播 四 不得為其他不當使用之行為 導致本院權益受損害 六 這個本要點經院長核定後實施 以上報告完畢 好 謝謝你處長 那麼這個要點是一個草案 那整體的內容 我們也想聽聽我們黨團的意見 如果哪一個點大家覺得要修正 還是要爭略 還是哪一個點 大家覺得有刪除的必要 那我們都可以提出相關的意見 那這個草案通過之後 那我們就會依照黨這個草案的內容 來進行 現在請各個黨團表示意見 來 來 我們親民黨李委員 謝謝院長 這個草案 講真的是不錯啦 蠻誇意的會有人要做 這個等於是做功德 這是好事 不過我在這邊建議一下 因為這個都只是在針對委員會的 委員會跟院會嘛 那個我建議是程序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 要增加 程序委員會也納入 因為程序委員會畢竟 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好 那如果院會還有兩個特殊委員會 一個紀律委員會 還有一個修憲委員會 那當然這兩個委員會幾乎是開的機會不多 可是也有會開的時間 那萬一 所以說應該是把程序委員會 紀律委員會跟修憲委員會都把它納入進去 而不是單一只有一般的委員會 特別是程序委員會長期 因為這個坦白來講 願意來做的 我們都非常的感謝 因為畢竟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商業行為 那不是一個商業行為 願意來做我們都很感謝 那可是 我們也要有一個相對的防止措施 萬一 萬一 萬一如果他們不遵守規定的話 那是不是 要不要有具備我們相對的法則條款 那比方說他不遵守上述的行為 那需不需要我們建立一些法則的條款 那法則怎麼訂 這個我想我們可以尊重各黨團大家來廣泛討論 那我是覺得有沒有需要我們親民黨認為這邊 有沒有需要再把它訂定這個法則條款 我們大概我就針對這兩項提出報告 好 謝謝 好 謝謝李委員 好 那其他的黨團 來我們先請高禄議員委員 然後再請江委員 然後來請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就是因為業者的義務這裡 他裡面有提到影音訊號部的重置 修改或提供給他人 那麼我們對於就是委託的電視頻道業者這個部分 是委託給單一的頻道業者嗎 還是說都可以 如果說只是委託給單一的頻道業者 那其他的業者他也要想要去 去播送這樣的一個意識的裡面的狀況的時候 是不是就沒有權利了呢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裡講的事辦的 現在是講事辦實施嗎 有沒有期限 好 有沒有期限的限制 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要先一個一個回答 還是等整體之後 再請業務單位來做回答 好 來 好 來 好 來 不好意思 這個 我們現在就是說哪一台我們當然願意來 我們都很高興 因為這個等於是一種 一種是公益性的 可是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程度的條件篩卷 對 比方說他的普及率 他的普及率 找一個一百多台的 那個還是什麼樣子的 還是幾乎人家都沒有在看的電視台 對 那他的意義就不大 對 那他的普及率 有可以遍佈多廣的 他的電視台 才有他的 他的 他的我們更好的意義性在 那要不要訂一個什麼 這樣的一個門檻 好 那如果有 複數的人願意來的話 對 那我們的徵選過程 還是怎麼樣的過程 我是建議我們還要再來討論 好 好 來 來 江偉 謝謝主席 我想今天我們討論的這個叫立法院事辦 國會一次轉播實施要點草案 那實際上內容它是屬於比較技術性 對 而且是怎麼樣來辦理 那當然設立國會頻道是很多人 我想大部分現在大家都有共識 那甚至很多的黨團跟委員都有提出 相關的組織法的修訂 所以這裡涉及到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把這個事情做得比較完善跟完美一點 當然也落實讓委員參與的情況底下 那我們今天直接討論實施要點 然後上面的法院問題 當然你可以說目前沒有規定不能辦理 所以沒有法院還是可以辦 但是如果從一個比較周遠的角度 是不是應該讓那一些都有提案 提國會改革法案的 尤其是國會頻道設立法案的 其實包括我跟其他委員我們也都有提 那你要不要落實委員會的討論 讓這一些國會改革相關 尤其頻道 國會頻道設置的這個改革法案的 涉及到立法院組織法修訂的這些法案 可以有一個完整的討論 然後再到院會通過 然後讓你的這一個實施要點 它有一個上位的法源 即便現在只是事辦 這樣是不是會比較完善跟完備 那否則如果說我們朝野協商談一談 然後就直接就通過這一個實施要點的草案 或者直接把這個草案禁送院會去通過的話 我覺得這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某種程度上太過草率 因為畢竟設置一個國會頻道 也算是一件大事 對全民來講是一件大事 它也應該非常的審慎跟謹慎 那所以我是建議說 大家可以再討論一下 看是不是應該讓這些有提案 起碼我知道好多委員都有提案 就是國會設置國會頻道的 這一個國會改革的法案 現在也都進到 有的進到委員會的 也有些可能還在程序委員會 那是不是這些要討論完 然後再來討論這個實施要點的這一部分 好 謝謝 好 來 那個董事長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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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這個就是 立委員會議錄音 錄影 管理辦法 播送辦法 草案 在委員會要討論 所以我看是這樣啦 今天在這裡我們大家點出了一些問題 事長都是很實際的 其實剛才 洪津公會說 各委員會錄音 應該包括程序委員會 紀錄委員會 修憲委員會 那這裡就是各委員會 當然包括那些 那就是有些各委員會 然後當然 按照我們不遵守罰則是怎麼樣 要不要有罰則 還是就把它停下來 然後呢 現在這麼多委員會 原來的委員會有優先 有多少業者願意提供頻道 也許只有他們能夠提供的頻道而已 那是要簽名 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 修憲委員會當然是有先委員會 那個營運大事 大家已經會趕快轉播 所以委員會開會了 那各委員會的優先選擇啦 那這個變成一個 院長這邊可能就變成你的麻煩了 對 你主觀判定說 那不然 最重要衝突內政的黨產的聲音來撥撥撥撥 那這個東西 我還是 剛才幾人說我怎麼做你啦 既然有人提 而且正式已經在這禮拜四委員會議 議程已經有安排了 會有人會討論啦 我們安排一個比較大 這樣我方向比較好啦 那這樣假如 這個也是一個大家 新的會議開始大家對很多 很多遊戲規則都有不同的看法 徹底 意義 尊重 好 再來處理 再來處理 沒那麼好 當然也要如何選傷 就變成你的事情了 有多少人有醫院 有多少才有醫院 不然是在公國就幾天說到的 那 實際有沒有辦法落實 可能在 大家 透過 正式的委員會在討論的時候 你去朝有些公事 免得我們今天在這裡 因為 變成我們不尊重委員會 拜四就擺了 拜四擺 像剛才共同時有意見 那再來 協商啦 因為 拜四排了很多 有關於 院外行為法 很多的法都進來了嘛 這裡面 親黨的案子有進來 就是有這個辦法修正 那過去是 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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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 不可以從事刪改那個 包括 還有爐石 不是 不能他尬 牠尬的 他尬過後 牠尬過後 全都要做好 我看是那樣啦 會出 不能不惜 glanta 怕死 我們才會學長 學府 好 等一下 聽位後就好 謝謝院長 基本上我們絕對是支持 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頻道 然後公開透明 那我覺得現在 可要麻煩我們的醫師人員 比較辛苦一點 我們的工作同仁比較辛苦一點 可能要把我們幾個 大家所擔憂的部分 可能要把它先事前做一個規劃 包括說 我們未來這個國會頻道 可能會在哪一台 就是哪一個頻道 因為剛剛我相信 李委員也有提到說 如果是在很後面 根本有些地方就看不到的 這個部分也會喪失了 他的一個 我們提出的 這樣子國會頻道的意義 所以可能他的頻道要在哪裡 那到底是一個頻道 還是兩個頻道 還是三個頻道 或是說 今天在委員會同時進行的時候 那我們怎麼去取捨 是不是要有一套的SOP 就是說怎麼樣 事前做好我們的規劃 才不會最後又變成 大家又在這個議題當中去做文章 所以本來我們是好意 那如果我們沒有做比較完整性的一個規劃的話 可能又會引發另外其他人的一個質疑 那我覺得說這個方向一定要做 可是要怎麼把它做得更完整 而且更透明更空開 讓大家可以在第一時間都看到我們國會如何在程序委員會也好 機率委員會也好 還是各委員會我們的院會 大家每個委員直接能夠聽到他的一個表達 我相信這才是最重要的 好來陳委員 我的建議是 就是說因為那草案 那藥店整頭看到尾 我是不知道說第一人這是採購嗎 還是那個陳藍 陳藍就是說 你看看誰像是屍豬 所以這個牽涉就是說 那個著作權的問題 到底這個財產到底是誰 假設一種情況 他現在把你用到一半的 我沒辦法做不下去 你如果不代工業什麼都不可以 這樣到底 這我想不到他的商業模式到底是誰 沒有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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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對了 說的是 他讓鄉人跟你說他不可以做 你不然我看 我只能說 你如果不可以全力 對對對 所以我就說 他牽涉就是說 他到底是 好啦 即便是租金是零或採購金額是零 那你至少要區分 大家的權利益物到底是什麼 這個這個你這個法令沒有釐清 可能能夠維持多久真的是很難 會衍生一些問題 那第二個 我看了 不好意思 假設是公益 那這個會牽涉到說 那 這些有些電視頻道 那到底是哪一 它是屬於是商業這個電台的這個轉播的這個 這個 那個 那個頻率那 還是 你是公益頻道 公共電視家 對 這個 那你如果說 用一個要點 說這就是公益 這個恐怕在 在 未來跟這個 系統業者 在做一些 這個 是不是採購我不知道 這個這個會有問題 所以 剛剛總召在說的 我覺得是 這個是大家都要推動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覺得是不差一個月 最近說 在法律授權 第二就是說 最詳細的這些規範恐怕要做一些比較清楚的一些規定 才不會延伸後續的一些問題 這價值 坦白說 有個國外頻道就是在轉播 那大家 第一種 價值班 有人在做這個 那是不久就太大了 現在是 其實網路上也蠻發達 很誇張 這只要是 沒有人看多少人看就對了 所以說反正 這是這樣 通常大家說要從 當然如何持續 要按照 神醫護的規範 到底有個頻道 有議員 我們也不知道 你也去問問 對嗎 這是後面的事情 這個 現在說的 這個農稅公益 到時候沒人要來 這樣子 我去委員會討論一下 好 這樣子 現在這樣 要做決定之前 是不是 讓我們來做一些說明 來賴委員 來 院長 各位先進 我比較支持剛才江啟前委員 還有其他委員講的 這個 是我們屬於 我們的 內規 立法院的內規 很多 立法院行事法 這都屬於內規 我們的法律 第六點 實施日期 本要點 經院長 策定後實施 這個是很有問題的 一句 一句 陳述 如果是這樣的話 根本不需要提到這裡來 根本不需要提到 跟我們都沒關係 既然你今天來看的話 這個又很重要的一個 類似建立一個國會頻道 那這個當然又回到委員會去討論 是比較 比較 院長不需要挑這麼重 第一點 第二點 我覺得應該要 找自己有把握的頻道去講 這個應該要做成功 公館集團是最好的一個對象 公司 現在公司也找不到 他空間的來源 我們常常在訂公司 沒有收支援 公司應該是有行考慮的 這個 相對我們的成本也低 相對 現在行政立法都 反正一條邊的 基本上來講的話 你整個下來就很容易去處理它 就一開始 他會成功 成功機率會很高 他們公司政府的 他們政府的 就不會有那個問題 要不然的話 你後面你又 又怎麼發錢出去 又無幾包 這個東西 而且 我相信 你雖然說 這很公益 可能要做人很多 都搶破頭 危險了 這個東西可能也會走出來 所以 我是看法 那個是第二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 今天的問題 我是覺得 今天的居然是一個要點 如果是院長 就能夠核定的話 我是建立 這個不必提到這裡來 你怎麼拐就拐 對不對 我們尊重院長執權 如果院長執權 但如果是要來我們討論 那這個應該去委員會 先到委員會去才對 好 這樣啦 我看這樣 好 我先來整體做一些說明 那麼 大概 這一個多月 大概跟NCC 我們的法治局 各單位 都有討論過 如果我們要用國會頻道的名義 一定要修廣電三法 因為黨政軍不能介入媒體 所以我們 就是用委託 委託播放 就像議會 在委託播放的方式 我們內部也做了一些經會 的討論 如果自己要管理一個頻道 一個頻道 不是說三四個頻道 大概一年度要一億左右 那委託一個頻道 大概要三千萬到五千萬 一個頻道 但是我們有八個委員會 那 大會跟委員會 不衝突 所以 每天每一個頻道 假設要播委員會 就八個頻道喔 這個金額也是非常嚇人 那我們 也 也有打那個公 公事的主意啦 但是公事不可能 從二月份到六月份 早上九點到下午六點 都提供給我們節目 這個實況轉播啦 這個公事就不像喔 所以 其實剛才大家講的這一些問題 我們在討論都有提出來 在合約裡面都可以定 包括 他沒有旅行合約要怎麼處理 其實後面是有一個合約 我們盡量是以最簡單 然後用試辦 試辦下去喔 委員會要討論 就比較好討論了 試辦下去 我們只能 好我們只有三個頻道 有興趣 那三個頻道怎麼分配八個委員會 要怎麼排時間 然後每一個委員會 就是固定有這個時間 那這個委員會如果沒有來 那當然就是 這個 這個節目就放空嘛 所以委員會 大家排好之後 趙計人就要注意 你什麼時候 是在哪一個頻道 那現在 我們沒有辦法選擇頻道 是因為 熱門的頻道 變身 一收益 他的 就賺錢嘛 他根本不願意提供頻道 所以我們試辦 為什麼是希望是公益 就是利用比較 現階段比較沒有公益 就是比較 看不看幾個頻道 然後給我們來試辦 這個是以公益的性質 那只要給我們一個會期 大概到這個會期結束 在下一個會期 問題出在哪裡 然後頻道怎麼分配委員會 大概我們都有經驗 我們把這一些經驗 交給我們的委員會來討論 那我們委員會就比較容易討論 非常實際的這一些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剛才講的這一些問題 在法治局公報處 他們同樣都提出這一些問題 但是大家為什麼 以就是比較內規的方式 當然也是說 我來把它頒布施行就進行了 但是大家是覺得讓黨團知道 有這個一個試辦的議事轉播 我們不能講國會頻道 叫國會議事實況轉播 這麼一個措施 可能如果大家在今天同意的話 那我們大概下個月就可以開始試辦 下個月的委員會我們就可以開始試辦 我們會有一個公告期 然後大家擔心的來接受 要來轉播的頻道 到底它的普及率是怎麼樣 這個也在我們的合約之內 我們的合約一定要有一定的 這個負數的頻道商 他才能夠來承攬這個公益的轉播 所以這一方面大概我們都有準備 那到現在為止 大概有兩三個頻道商 有興趣都滿大的頻道商 願意來做這樣的一個試辦 但是這一個會期試辦之後 我們該修的法令就修 然後該編的預算就要編 從下個會期還是明年度 那就依照委員會整個的決議 然後開始正式啟動 那未來就是照這個法令的規範來辦理 所以如果黨團同意讓我們試辦一個會期 那未來我們再討論這個議題 我相信一定會非常有經驗 而問題出在哪裡我們也都知道 所以試辦就可以造就未來 正式要來推動這一個 國會的議事的實況轉播 我覺得對我們的幫助是最大 那我們如果現在進入委員會 平常委員會可能訂出來 也會像我們現在在討論這個議題一樣 都是這麼 這一些問題都會存在 那如果真的這次黨團 讓我們來試辦看看 那我相信三個月以後 算了就知道了 他的結論大概就可以作為 大家未來討論的一些經驗 好來 我是蠻同意院長的看法 因為我覺得是因為這是一個 事辦嘛 那我想跟江維瑩講的就是要把它法制化 或是我想不衝突 那如果目前其實也有準備合約嘛 那其實合約這邊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只是補充說 是不是也讓網路媒體有一些機會 就是說因為他們的成本比較低 搞不好議員會更強 那當然對網路上媒體 就說除了電視之外 網路其實可以開放 好我跟委員報告喔 網路的實況轉播現在已經有了 但是因為我們的頻寬太窄 所以大家進來不容易 同時間現在我們大概是三百個進入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要把它擴充到十倍 大概三千個 同一個時間 但這個要訂合約 要跟中華電信要訂合約 那未來如果超過三千個 我們也可以開放到三萬個 只是合約金的一個幾戶而已 所以網路直播現在已經有了 沒有問題 現在社會大眾包括公都盟他們的建議是 希望比較鄉下的電視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轉開 好禮拜一九點 我轉開就有委員會開會的實況的轉播 那因為我們有八個委員會 所以那天我們在討論這個 我們可能會 每一個委員會同等時間 哪一個委員會是上午 下午是誰 可能也有重播 重播是另外一個委員會 那幾點到幾點 那到晚上幾點 也是另外一個委員會 那第二天的話 第二次就另外再轉 優先是其他委員會 那如果有四個頻道 願意來公益轉播那最好 那我們就上下午各一個委員會輪流就好 會 那我會做一個分割畫面 對 分割畫面出來 然後我可以去挑哪個委員會來看 對 現在 我了解 那我就做到這樣是一百分 是啦 所以我們都要事辦才知道能不能這樣做 所以事辦第一個 我們不 不發錢所以應該不是採購 只是委託 公益委託這樣子 那這個最簡單 啊辦了之後 大概這個會期辦了之後 公報處 也會非常有經驗 那法治局會找NCC 正對這過程 改修的哪一些 哪一些法 還是我們的行政命令 那都會提給委員會大家來討論 這個沒有問題 那這個經驗 絕對是非常值得 啊 委員會好好來討論 但是我們都沒有經驗 我現在也不知道要提供什麼給大家 所以大家 是不是願意 還沒開到 沒有花費任何的經費 那我們找的頻道商 也會符合 有這個收視率 就是說 有負數的頻道商 那假設最後 我們的節目都沒有人要看 至少我們也可以來做未來審查的一些經驗 搞不好真的是沒有人要看 因為網路發達 那實況轉播搞不好是人家沒有興趣 所以 來 不好意思 院長 因為我對於就是 電視頻道業者這個定義 有一些疑問 就是說所謂的電視頻道的業者 他是一個廣義的電視頻道業者的名稱嗎 因為 剛剛聽院長講的好像是系統業者 都有 電視系統業者 都可以 都可以 對 只要 或是說就是電視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或是無線電視 都可以 或者是有關於電視頻道提供商 都可以 只要 對對對 一個廣義 但是他在NCC 他裡面 還有就是李委員講的 至少他要有普及力 或者他根本就沒有客戶 只有頻道 也沒有用 對 或是想說好像沒有一個叫電視頻道的名稱 今天請尹處長 他在規劃這個過程 用了非常多的心思 我們請他再說明一下 那個 剛剛各位委員報告的 所提到這些問題 作為一個綜合性的答覆 第一個是李委員講程序修憲跟機率委員會 三個要納進來 程序委員會跟修憲委員會 是不轉播的 那修憲跟程序是在裡面的 那剛剛很多委員就講說這個普及率的門檻 我們是設定在八成 就有限收視戶的百分之八十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全台灣大概有八百五十萬戶 那有限電視的收視戶是五百多萬戶 八成的話就要四百多萬戶 七十家 七十家 有七十家 但是 但是 因為這種公益 公益性的播出 並不是每個人都很有興趣 但是我們希望總是會有人有興趣 所以我們的門檻定的也不能太 院長有指示說 這是公益性質播出 你不能定的太嚴也不能定的太鬆 就是我們寬延戶寄中 少到一個平衡點百分之八十 假如按到百分之八十的話 大概有一千兩百萬的收視的人口 是潛在性的收視人口 一千兩百萬人 四百萬戶 這樣 那這個 剛剛還有很多委員提到這個 媒體 假如我們八個委員會 我們怎麼去選擇這個事情 那這個在我們所有的這個預言的推估裡面 是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我們是我們希望大概有兩家或四家來的話 立法院會請他們選擇哪兩個委員會 然後這兩個委員會讓你來做專業性的播出 那假如說你是播交通跟播這個未還的話 那我就知道說 四十五台是播未還 那這個是要我們 我們今天不敢講的 話不能講的很十足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不知道有幾家要來 假如八家要來的話 剛好一個人一家 一個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連NCC都辦不到的事情 沒有辦法訂平的 沒有辦法訂平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你一毛錢都不花 想要要求這麼多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時間的問題 我還要答覆一下 就是說這個事辦院長是有給我們一個時間 就是四月到七月會期結束 假如八月有開臨時會的話 也在這個合約的事辦範圍之內 那事辦每天的時間是 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六點 以上報告完畢 這個部分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出發點 那我覺得這也讓我們看到說 我們國會的一個改變 那就是說之後如果我們在談這個頻道的時候 一定要跟他確認 因為雖然沒有錯頻道很多 那在哪一台 因為我們是等於是公益無償轉播 我們也沒有辦法要求他可以放在哪一台 可是起碼一定要確認說 他的全國的一個頻道 一定要是可以被看得到 對一定要 對沒有就是放的頻道位置 是要能夠被看得到的 因為有些雖然有那麼多的頻道 可是有些地方是看不到那個頻道的 所以一定要確認說像 這個台南可能是哪幾個頻道 那台中哪幾個頻道 可是他這個頻道是確實在一般的收視戶當中 是看得到的 除了普及率 沒有 這普及率沒有 我了解 我說的放的頻道位置 我了解 收視沒有問題 可是他不一定是看得到那個頻道的部分 他可能看得到八十台 可是我們擺在一百台 對 現在兩百多台 三百多台 所以這個就是 我一開始就在說 說 你這個 公益 什麼叫公益 是上公 公益就是公益 這會解決我們的問題 你如果不是公益 你就沒辦法放進比較前 你如果要放到阿彌陀佛 百多台放進去 還要把你聽開 這是怎麼看 這是問題 對對對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假設未來 我們真的委託 阿然後 八個委員會 剛好有八個頻道來播我們的委員會 喔這開了就多錢了 對 我 這樣啦 現在 我們剛才有不同意見 因為我們先試辦看看 要知道他要怎麼 都可以想像出來 這是辦的就沒辦法 現在可以想像說 師班的樣態是怎麼樣 未來是怎麼樣 你說要試辦再知道要怎麼改 我想那個 倒是不需要 我這樣講的主要實際 既然 清明黨在 已經提出 在委員會要審查 現在本黨 民眾 現在要開火 他也靠電話說 他對著一些看法 尊重大家 沒有引氣班 沒有引氣班 那個還要從阿彭夢園 和大家 這沒有 沒有急到說 明天不示範 下個禮拜不示範 你有辦法漏氣 這些大家 以後被我們投資 都差不多想得出來 投資 投資 就要贏定 他們說 你要想做錢一點 你不要自己攔在身上 這樣做 這樣做 我都沒有 這感覺 不要讓你 我知道 現在喔 沒有關係 我們 假設黨團 大家覺得 沒有關係 如果黨團要交給委員會 討論之後再來推動 其實我們也不反對 但是我們這個是公益免費 但是未來黨團討論之後 可能就是要淨費了 要錢 要付淨費 那如果付淨費之後 那我們再來修正 未來的一些事項 恐怕我們的錢都花了 一樣面對這一些問題 可能結果會 我們會感覺說 開這些錢好像沒有結果啦 又是重回一些問題要討論 我是在比較擔心這一點啦 反正現在我們就示範 讓我們來做看看 免費的清楚 對喔 免費的清楚 意思是啦 開錢就要斟酌啦 那個院長 其實喔 示範一個會期 絕對是OK啦 那會期以後 示範完以後再來評估 我認為說 其實他要提供公益性的頻道給你 不可能在那些熱門的那些台給你啦 一定是在偏遠偏遠 而且你收視率不高 到最後也是夭折啦 我在看是 這個不是很理想啦 但是示範看看 沒有花錢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是說真正 審完以後 要花錢 要花那麼多的錢喔 對 那個就要再拼道理了 那八成也也是啦 對咯 我跟你說喔 你花人民那麼多血漢錢 結果到最後的成效 也不是頂好 對 我就擔心這個 明子明膏耶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一會去嫁 你去評估 如果好做沒就賣 對 我認為這樣最直接的 對 我們的用意就是這個樣子啦 對不對不開錢 不開錢 好 好 那如果大家沒有意見喔 我們這個草案就通過啦 那讓我們行政單位來推動 試辦 那試辦的結果喔 我們會請相關的業務單位提報告給 我們的黨團 然後交付委員會來討論 好 作為下一次 我們要修法的一個 重要的參考 那個院長 我再補充一句話就好了 因為我們既然他是公益要幫我們做 對 你後面有一些配套該要求的喔 會 還是要 你不能說 就換給他 然後到時候他去搞一些商業行為怎麼樣喔 對我們變成負面 然後 然後 第二 針對 針對以 要來 這個 要來 配合的 頻道商 相關的頻道商的合約 我們請 我們的業務單位提供給 各黨團 一個合約的內容給各位 來提供相關的意見 這個法制局我們 就來 我們拟定好的合約 就提供給各黨團來做一個參考啦喔 那合約裡面有 特別要修正的意見 我們也希望 接到這個合約書草案的一個禮拜之內 給我們一個回覆 讓我們有修正的機會 那如果這兩點大家沒有意見 那我們就通過 那我們試著炒你一個 大概針對這個 這個國會議事實況轉播的一個 協商的一個文字的一個草稿喔 那是不是請我們 業務單位來練一下 是誰來練一下 畢士頂部你念 好來 我想就是提那個黨團協商文字啦 就是按照剛剛那個 那個要點 所做的 就是建議人民對國會議事公開透明的要求 並保證人民資的權利 各黨團同意將本宴宴會 及各委員會的議事影音信號 委託電視頻道業者進行轉播 二 為求周延前向轉播 以本屆第一會期 則期開始事辦 由本宴公開 徵求有意願之電視頻道業者 基於公益無償辦理 三 本宴委託轉播之宴會 及各委員會議事影音信號相關權利屬於本宴 四 為維護轉播之公正客觀及獨立性 轉播時段內電視頻道業者 不得播放任何廣告新聞採訪或評論畫面 五 事辦期間結束後 本宴將 四 電視頻道業者之轉播情形 檢討是否 細行事辦轉播 採行編列預算或透過修法等方式 適當措施 以實踐國會公開透明等目標 六 有關委託轉播事辦實施 要點及其他技術性協調事項 授權院長核定 並視實際情況處理 大概是這樣 好 那麼大概這裡面就已經把剛才大概大家所提到的意見 都有把它列在這個學商的草泥的文字之內 不知道各黨團 針對這麼一個 協商的文字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通過 那我們就照黨團交辦的事項 請各業務單位 即刻來推動 那進度的話我們隨時跟黨團來做一個報告 好第二案 第二案是我們要來延商立法院會 立法院會議錄影錄音管理規則第二條條文的修正草案案 來請業務單位來做報告來做說明 各位委員 這個第二案主要是解決外面對立法院這個議事轉播裡面有關於黑畫面跟藍畫面的問題 這個 立法院轉播這個藍畫面跟黑畫面其實是講一個會議的狀態 那這個會議的狀態我們是定在這個這個這個錄音錄影管理規則裡面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這個錄音錄影管理規則的第二條 就是這列了一項 就第一項影像是拍攝 因公開透明 忠實記錄會議實況 並維護國會形象 其拍攝原則如副表 那我們把會議的程序 由頭到尾 還有會議中發展的各種的情況 我們有一張副表在後面這一頁 那這個副表裡面呢 所有的情況我們都有一個自視的轉播的規範 那這個規範呢是參照世界上各主要的民主國家轉播的規範定出來的 盡量減少這個我們播出這個黑畫面跟藍畫面的情況 以上報告完畢 好 那麼 針對今天我們提出學商的第二案 不知道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好來 陳委員 謝謝院長 基本上對於這個修正條文的部分 我覺得有一點 既然要改了 就是把一些畫色添足的部分把它取消掉 好來 你第一項影像自拍攝 應公開透明 忠實紀錄會議實況 並維護國會形象 其拍攝原則如副表 那所謂的維護國會形象 我覺得這有點罪詞 然後就是忠實紀錄會議實況 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部分 好 然後第二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的副表的部分 第十三項 因為我們過去就是黑畫面 藍畫面這樣子的部分被質疑 那因為在會議施序的時候 就拍攝主席台或發言系統畫面 這還是一樣啊 還是一樣定格的畫面 所以我認為說 在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就以全景畫面 全景畫面還是一樣 知道是什麼發生什麼狀況 那當然如果說有失序的部分 那個連電視台都不能播的 當然我們就不用 就是把它Rune in就好了啊 就是整個是全景畫面 讓它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覺得這樣可能比較符合 我們要去要求公開透明 讓大家知道到底整個會議發生的程序 是什麼狀況 這是我的意見 謝謝 好 其他的我們的委員 有沒有什麼意見 剛才陳委員就是在 可以就是 並維護國會形象 這六個七個字把它刪除啦 那後面這個附入室 第十三點 拍攝主席台或全景畫面 你的意思是這樣 不是那個什麼 花園系統 應該是 不用換來換去啦 對啦 拍攝主席台或全景畫面這樣 拍攝主席台或全景畫面這樣 拍攝主席台會打架 同意 扁院議事轉播 畫面拍攝事宜 由公報處修正 立法院會議錄影錄音管理規則 第二條條文 包括附件二 修正通過 提報院會後施行 好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第三案 第三 第三案我們是 好來 是針對 行政院 含請推薦六位學者專家 擔任國家金融安定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議案 依政黨比例 由民進黨黨團推薦三人 國民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 及親民黨黨團 各推薦藝人代表組成 名單請以3月10日 跨五星期四中午12時前 送至議事處會整 遇時視同放棄 請問第三個案 第三案 第三案 有沒有意見 沒有 第三案 第三案 行政院 含請推薦六位學者 我是客氣說 你這個 不是跟我聽說一樣 一等一 民進黨我們有三倍 三一一一 因為這個是照比例 沒有啦 有可能四二一一 沒有這樣 四二一 沒有四二一 總共六 總共六 你十一到十三嘛 一分兩倍 來來 高處長 你看一下 來來來 高處長說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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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這個報告 這個是依據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 我们在这个资料上面的第二页 有给各位列这一个条文 那他第五条的第二项是规定说 这个委员会是自委员11人到13人 其中一人为主任委员 然后由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兼任 其余委员由中安银行总裁 财政部部长交通部部长 行政院主计处主计长 行政院劳工委员会主任委员 全局部部长兼任 然后即由主管机关 就立法院各党团推荐是学者专家林平之 那他目前是13个人 可是这些法定的兼职的就7个 所以实际上我们能推荐的只有6位 这个条例 这个是一个法律 那个要修条例 这个要法律 这个六个人继续也没有办法 没有 他13个 所以我们立法院6个进去也影响不了 对啦 而且这不是委员 是推荐学者专家 我知道啦 我知道的意思 我们都推荐一个嘛 因为你一增加的话 你就超过半数了 他怎么可能让你增加 因为他还是有算的标准啦 也不是说乱东西 这最失败了 可能会很不得了 好啦就这样子啦 因为如果是真的是这六个人来决定一切的话 他不要立正 我是觉得可以 这六个人继续也输人家的七个 对啦 好啦我听了 我听了李永君说的啦 好啦那我们这个就照案 照这个案通过啦 那就是请民进党党团推荐三人 国民党党团 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荐一人 我们3月10号 3月10号 中午12点之前 送到议事处 如果预时视同放弃 这个大家拜托党团能够回去 把这件事情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的学商 这三案都已经讨论完去 那我们拜托各位代表 在学商的结论上面签名 谢谢大家 谢谢